有媒體報導說 立陶宛正在考慮 跟台灣派駐的代表處改名這件事情 基本上這件事就跟前兩天的 藍母酒價格一樣 典型的認知作戰 假錯訊息 那這一波的媒體公事先報導了 美國竟然去遊說立陶宛 要更改跟台灣互設辦事處的名稱 美國用國務院的高度出來 否認有這個事情 而且強調支持台灣跟立陶宛的交往 接下來又有媒體報導 不知名人士說立陶宛正在考慮 這個中文住處的名稱要做改變 就我向外交單位正式來查詢 根本沒有這個事情 那黑色藍母酒更荒謬 明明台灣的定價比國際上便宜一到兩成 卻有人根據中國特定網站釋放的訊息 說我們是四倍價錢 所以這一些煙霧彈呢 裡面有一個事實 那就是台灣跟立陶宛的交往 對中國影響很大 第二個台灣跟立陶宛互相設辦事處的態度立場不變 那這一些假錯訊息 一直要形塑一個好像立陶宛歸縮了 然後想要帶風向讓台灣民眾呢 因為失望而引起攻擊 這是這一波認知作戰 假錯訊息散播的主要目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不是事實 立陶宛跟台灣互設辦事處目前沒有任何的變化 那我們也特別要注意到在台灣誰在協助這一些假錯訊息的散播 誰在刻意的帶風破壞台灣跟立陶宛之間的關係 這個部分倒是值得多觀察多研究 賴副總統代表蔡英文總統 那過境美國出訪宏都拉斯 這代表台灣對宏都拉斯新政府新當選總統 這個Shomera的支持跟這個重視 那台灣美國宏都拉斯這三邊的關係 在紅國來講他們也一再強調非常重視這一層關係 所以宏都拉斯跟台灣的外交邦誼確實有它的敏感性 也是中國一直要在破壞的重點國家之一 所以我們會用更大的努力來維繫台宏邦交 那台美在外交上的合作 在宏都拉斯也是一個證明 至於賴副總統在宏都拉斯會見到哪些貴賓 那我覺得我們就是尊重主辦國的安排 一切順其自然 台灣跟宏都拉斯的邦交關係 由副總統代表來拜訪 來參加秀美拉他的就職典禮 代表台灣對宏都拉斯的重視 那也代表宏都拉斯跟台灣的外交關係 台美一起共同努力在維繫 至於在這樣的場合上 賴副總統會見到誰 是不是會見到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 我們認為一切就順著程序 順著場合自然而為 那我個人是預計賴副總統會在自然的狀況下 見到很多該見的重要的朋友跟貴賓 那在自然見到面之後彼此的互動 當然這個對兩國之間的關係都會有幫助的 好,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